台股再創新高 外資現貨繼續買沒問題 昨天史上第七大的買超 今天再買了227億元 但是期貨的空單 近期至少這七天 台股再漲的時候 沒有看到外資在期貨布了 這麼大水位的空單 明正我們請您上台來 今天增加的是4932口 快要5000口 所以目前水位又來到了 16528口 怎麼解讀外資這空單的部位 首先我們要先來談一下 因為昨天6月19號 是6月份台紙期的結算 所以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這個地方 是出現了一個轉倉 但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當中 要去做轉倉的一個動作 我請這個志位當然 給我那個價差 就是期貨跟現貨的價差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台股是23406 台紙期是23378 價差是多少 價差是負的28點 負的28點對不對 好 但是大家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7月份通常 大家關注什麼 除全息對不對 那除全息 它會造成點數的增發 大概每一家的算法 可能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落差 但目前的一個共識 就是整個7月份的除息 它會增發超過了200點以上 好 那我增發超過200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從現在開始 我所有的個股通通都不要動 對 好 一路到這個7月份的結算的時候 它點數會比現在少200多點 沒錯 好 所以這個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看到現在力加差負28點對不對 但實質上它其實是正價差超過200點 哦 你要把那個200多把它撿回來 對 所以大家可以是 就是從這個角度大家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外資在這個地方要特別去做加控 因為我們不能知道說指數會長到哪裡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指數都不動 我只要擺到7月份的到期 我就可以賺200多點 所以它會去做空單的操作 所以那個空單並不是什麼 你說看空或者是壓閉險 或者是閉在危機遺失身 它沒有 對 它就只是看下一次的結算 沒有錯 它去賺那個空間 好 所以第一個來自於我們的隱憂 先排除掉了 回到三大法人 投信外資今天買成帳 自營商買成帳 投信今天站在調節的地方 這個要擔心嗎 的確這個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過往大家都知道說 投信是這個台股最主要 愛台灣 愛台灣 那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是因為今年發了很多的ETF 而且募集的狀況都不錯 所以都會去買那些股票 那因為這個時間點當中 其實剛好該換股的換股 該調整的調整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就是說 這個代表的是說 我原本沒那些被動式的買盤 我被迫要去做買進 但是現在其實都調整結束之後 投信反而有開始去做一點 調整持股的動作 所以的確如果說在最近期 因為剛好達到 也達到快季底的一個水準 所以大家的確要稍微看一下 如果過去漲得比較多 又是投信買起來的 剛好到季底的時候 會不會是投信要結帳的時間點 好 所以有一些投信 因為ETF我們說被動式的買盤 因為納入成分股 他非得買 那現在剛好到了季底了 我們回頭難怪是你說 要來關心主動式的買盤 這個就是真心真意了 對 有哪些焦點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說當然過往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瘋那個要吃豆腐 那不是豆腐不好吃 最主要是主動的買盤 更有期待值 因為事實上 大家如果有去參與過 之前的吃豆腐行情 你會發現 那個還真的不太好 把它啃下來 原來是麻辣豆腐 對 所以在這一次的選股當中 當然我選擇的是 從6月1號買到昨天為止 那基本上就扣除掉 高股息ETF換股的標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嘛 被動買盤 無論它的基本面好不好 你就勢必要去做買進 那對於它來講 我買完我就交代了嘛 對 我就不需要說 在後面有什麼特別作帳 或者是拉抬這樣的一個效應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選擇就是說 這個標的當中 我們把高股息的ETF換股標的 先把它扣掉 那第二個呢 就是還沒有大幅度獲利 才有作帳空間嘛 對 今天如果我已經賺了 三成五成一倍了 我現在就只是想要跑而已 對 我現在就等著 要把那個獲利出掉 然後我就可以截那個績效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希望說 它跟投信的成本差距 不要太大 這個某種程度上面 也是我選擇 6月1號開始買進的原因 因為通常我在6月開始買 那個成本應該跟 這個現在價格 它不會差距太大 那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落在正負10%以內 不要漲太多 對 因為做資料的時候 其實跟今天行情 有稍稍有點落差 所以大家如果稍後看到說 它有超出10%的話 你也可以看 對 你也可以看 第一個你把它剔除 第二個你可以等它調回來之後 你再去做進場 那第三個是6月投信 買賣比大於10倍 這什麼意思 基本上我們在看投信買賣超的時候 我們都看了就絕對張數 對 比如說今天他買1000張 他1000張是什麼 有什麼可能 這個叫做買超1000張 但有可能是投信買進了2000張 然後另外有其他投信出了1000張 那加起來就是1000張嘛 所以它這個大於10倍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買進的張數 去除以賣出的張數 我大於10倍 代表說大家的反應差不多都是一致的 那基本上就是 當然你也有可能是單一投信買超而已啦 但無論如何是沒有人賣嘛 對不對 或者是賣的比較少 這個其實對於方向上面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幫助 那第四個就是預估今年 獲利能夠維持成長 至少它帶有 具備有這個所謂實質的基本面 這是我這一次選股的一個主要條件 那另外其實我覺得 大家也可以當作是一個操作參考 就是既然我們做的是投信做帳對不對 那你要出場 當然你要去做進場的時候 你可以拉回到投信這個成本附近 你要出場 你就是看到投信開始出股票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確的標準 OK 好 這一些是條件什麼時候出反過來 投信走的時候你就跟著走 選出了哪一些 選出來的部分 我們照那個價格來做排序 那首先是這個1802台坡 它是最便宜的 投信最近買了2197張 成本是19塊9 所以今天的價格還在成本之下 對 然後買賣比是40倍 那另外預估今年EPS 0.1 大家會覺得好像比較低 但是它去年也就賺0.1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尤其是最近期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PCB的股票 其實表現都很強勢對不對 其實台波它大不要只要把它 當作是一個玻璃的廠商 事實上它是那個玻璽部第二大廠 對 那玻璽部其實就是這個 所謂PCB的一個關鍵原料 所以整體來講 因為最近大家在談的是LDK 就是低界電池的撥欠布 這個當然通常用在比較高階的產品上面 所以的確你會發現 你看最近其實投信是站在買超的方向 然後一根長紅K棒 其實是突破了過去的 這種所謂的一個高點的一個位置 所以就技術面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明確是 比較出現轉強的一個態勢 再加上說我們剛剛談到 你看像今天說的 大多數的PCB其實股價都往上漲 那對於這種所謂的 波纖部原料廠商來講 會不會有帶動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可以期待的方向 好 這是台波 接下來華航 那華航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開玩笑講說 哇 現在所有人都要跟這個AI扯上邊 但的確對於華航來講 它算不算是AI概念股 某種程度上它算喔 為什麼 因為我一台機台一台伺服器 我要300萬美金 我難道走海運嗎 我難道走陸運嗎 不可能我走的是空運 飛機來送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喔 它買超4667張 而且大概最主要買超 其實這個集中在昨天 然後成本是23塊半 跟現在價格其實也是一樣的 買賣比是1168 所以這個就是買4667 賣應該是賣大概四五張左右 它才有這樣的比例嘛 對不對 然後預估今年的EPS是1.53 那基本上其實如果大家去看航空雙雄 因為剛剛建成大哥也談到長榮航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當時我們在看長榮航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說 它是因為高股息還是因為基本面 對 但是如果你把華航這個角度考慮進去 它看的其實就是航空雙雄的基本面 因為都表現很好 因為長榮航它是高股息成分股 所以它有可能因為被動式的買盤 去做買進 但是對 華航就不是 所以你從這角度 最近期的股價 其實有一點這種所謂的 高檔震盪整理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一方面我們剛剛談到 AI它需要用航空來送 另外一方面 我現在離學到很遠啦 現在是不是應該放暑假的 是 這個禮拜開始 進入到出國的旺季 而且最近期大家如果有去加油的話 應該發現油的價格其實有點掉 那因為航空業者 它其實大概有30%的成本 是來自於航空燃油 對它來講有利 對它來講是有利的 所以我倒覺得說股價其實在這個地方 做橫向的強勢整理 投信又去做買超 雖然股本稍微比較大一點 但的確目前看起來雙雄 其實都會有這種所謂轉機性的機會 好 這是華航的 下一檔怎麼看待逸光 逸光的部分則是 你看就買賣比16倍嘛 成本是792 跟今天的價格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股票 其實都跟投信的成本沒有差別太大 當然這個是投信買的比較晚 但無論如何你看這種所謂 強勢股的操作 剛剛葵哥大概也談到了 就是基本上五日移動均線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那剛剛講到投信的成本 那另外就沿著五日均線 來做一個操作 好 這是逸光 接下來正基 對 那正基的部分呢 則是成本165.8 這個目前價格是156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正基的一個股價 當然最近的價格它是買在這個位置嘛 所以它整體來講是在這個地方 當然最近期比較衝高的過程當中 大概170以上 它其實都會留一些上影線 那我們就稍微觀察一下 因為今天剛好也出現十字線嘛 再來到相對低檔之後 大家可以稍微關注就是 接下來我十字線的低點 如果沒有跌破的話 那短線上面有機會 再度出現轉折向上 但是因為170以上 它其實會出現比較常 比較容易出現上影線 那我們就以這種所謂區間 來做一個操作 好 得率呢 對 那得率的部分其實也是 大概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跟成本差距都不會太大 然後都符合我們剛剛所談到的條件 所以你看得率的部分 其實也是對近股價走上來嘛 那投資的成本其實就買這裡嘛 對不對 就對應上來 就是在這一個區間當中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就像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第一個 我在投資的成本之下 第二個 基本上我只要沒有看到 它開始出現轉賣 基本上我覺得都可以去做 短線上面的操作 好 這一檔有機會 比投信買的更便宜一點 好 接下來第二頁 精彩剛剛提過了 對 那精彩跟 對 那包括創意 其實剛剛建成大哥也談過 對 那中興電 中興電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重電個股 好 那重電個股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啦 其實以中興電預估的EPS 其實它不算貴 而且你會發現 其實投信都買在這裡 對 所以你看它的成本 其實在跟現在差別 也不是特別大 所以當然做重電股 大家各有各的考量 然後就是有跟AI牽上邊的 譬如說試電 但是如果說以投信作章 因為這個畢竟有投信的買盤在裡面 我覺得相對來講 它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選擇 OK 有投信撐腰相對的安全 來 立基 對 那立基今天股價就有成年大漲 你看昨天算出來成本229.9 然後今天股價 我們來看一下股價的走勢 你看今天就是一根中興紅黑棒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 你看喔 某種程度上面 因為其實像葵葵大哥剛剛講的 其實壓回你要敢買 你看昨天 它不是出現在昨天才大買 它在這裡它就大買了 然後股價出現長黑 如果你不敢做 今天這一根就沒有 對 所以有時候 其實大家就稍微看一下成本 如果你真的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距離 那沒關係 我們寧願放掉 因為可以選擇方向很多 但是有壓回 只要籌碼沒有變動的話 我覺得大家應該有勇敢 而且陶信正在做這些事情 你看陶信這一天開始買 這個大買 跌下來它沒有跑 它還趁機在接 所以這樣很有可能是成為 投信祭底作帳 快馬價格的標題 好 最後怎麼看藥華藥 對 那藥華藥 當然這個也是最近期很強勢 那個投信的成本在469 那目前的收盤價在491 所以就股價的角度來看 你看買這個位置 所以對應上來你就會發現 其實當然這個價格上面 跟現在大概差20幾塊 但畢竟是400多塊錢的股票 所以倒是整體來講 我在500塊錢去做 橫盤的震盪整理 我是覺得可以觀察 滴港今天有稍稍做一點調整 但是張數不是特別多 那只要這個賣壓沒有延續的話 有壓回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做 這個找買點的機會 那後續就看能不能夠突破500塊錢 應該還有再走一步的行情 了解 謝謝明哲 請先回座了 經過這幾次的上課 記得嗎 劍鋒告訴大家的是一樣的邏輯 他著重的是投本筆 然後搭配距離現在投信還沒有賺太多 明哲告訴大家的是買賣比 代表說到底買的跟賣的 誰的力道比較強 同樣距離投信持股的成本 如果還沒有太大的空間 接下來都有機會成為作帳的標的 今天壓軸非常重要 科長要告訴你 最近好多人收到這樣的詐騙簡訊 告訴你 你的水費沒有繳 要趕快繳 否則什麼時候就要斷水了 我告訴你那是假的 怎麼分辨 如果上當了怎麼辦 休息一下 科長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我們在一起 都不在用 做出相談的 不會把運動作 前線百分辆